大家好 最近找到一款Pokemon的魔兽争霸3冒险地图 除了想介绍一下这款地图之外 也想记录一下与YT会员游玩过程 这款地图叫口袋水晶起源 由中国玩家制作 这款地图背景是以水晶版的成都地区为主 玩家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精灵作为你的英雄 透过升级 收集不同装备 强化自己的能力 一路挑战道馆 就跟平常大家玩的Pokemon一样 大家可以跟朋友一起挑战这款地图 选了角色后 就可以出发前往解枝线跟主线 直接跳到游戏的重点 就是挑战馆主以及其他BOSS 第一个遇到的小BOSS 喇叭牙 大家以为很简单是吧 喇叭牙感觉弱弱的 其实这款地图的BOSS大多数都不弱 如果没有走位跟有技巧的进攻 就算是喇叭牙也能打败你 BOSS的强度随游戏进度而增强 如果没有好配合的技能 或组合 基本上是打不赢后面的BOSS 打完喇叭牙后 接下来 剧情就来到飞行道馆 馆主是比雕 这里的BOSS很有魂系BOSS的味道 当BOSS血量不足50%的时候 他会触发技能 而他的技能是触发暴风范围内 会持续扣血 如果是近战角色 不躲避的话 就会死亡 BOSS战要等全部人都死光 或是打赢才会复活 所以并没有叠尸体过关这个技巧 靠得只有自己的走位跟伤害输出 成功打赢之后 就往下个城镇出发 下个城镇 快皮镇 重属性馆主 飞天螳螂 BOSS对玩家的伤害 越来越高 要看时机输出 有控场配合下 才能赢 而且 一样50%血量 会触发技能大几率秒杀一个 虽然 这BOSS的难度提高 但是依然可以打赢 如果大家以为 这款游戏难度 只有这样 那就大错特错了 来看看下一个BOSS 满金是普通属性馆主 卡比兽 首先一进场 卡比兽会先用技能 冰冻全队门口的玩家 造成控场跟大量伤害 再来一个泰山压顶COMBO 如果是说出角色 应该早就死了 然后卡比兽的卖点是什么 睡觉 这里的卡比兽 会在半血的时候使用睡觉 可以回满血量 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破解他 50%血量时候 胖丁波波球会乱入道馆 如果不及时打死他 他会使用唱歌全场 就会陷入睡眠 然后卡比兽回血后 再来一个打呼COMBO 飞坦克角就会阵亡 除了有援兵会乱入外 卡比兽在50%血量 会触发终极冲击 他会连续使用 招式极大伤害的技能 中三次的话就归西了 然后等他用完终极冲击后 再对他输出 基本上就可以赢了 打赢后 就可以去烧焦塔 看剧情 发现三只奇怪的精灵 逃离烧焦塔 好了 那么剧情就先到这边咯 之后的剧情 就先不剧透 等大家自己探索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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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